淡水區水源國小在校園當中 可以看到在走廊上滿序色彩繽紛的牆面 充滿了趣味的空間 其實這裡原本只是學校用來當作倉庫 放置教具的閒置空間 而為了要將這個空間活化 校方向10億元 爭取了70萬元的經費 將這個空間徹底的大改造 變身成為藝術走廊 不僅是有許多的圖案 還可以展出學生作品 這個地方本來是我們廚房教具的地方 那我們透過學生跟老師共同合作 把它整理出來 進空之後 然後申請了經費 那是蔡議員議員幫忙了 將近70萬左右 然後讓我們可以順利把這個 東西設計規劃然後做出來 校方表示 其實這個牆面原本的設計 是希望可以做成竹林的造型 後來改成許多色彩繽紛的色塊 組成的拼圖牆面 而天花板則是設計成為 天空的白雲模樣 讓人感覺身處於童話世界 而另外一旁還有許多的特色裝置 我們希望跟學校的主題有搭配 所以其實我們的這些 這些柱子的部分 其實原本的用意是 讓它看起來像竹子 但是後來我們討論過後 用這樣的意象把它呈現出來 然後像那一側的話 那個也是我們用水源的意象 就是飲水濕源 就是一個水盆再加上水箭頭的造型 對這就是其實你現在看到 就是四年假班的作品 那我們未來都會例行的展示一些學生的作品 一旁的座椅變成了拼圖造型 色彩的桌子裡頭 還展示許多關於水源國小的歷史文物 也成了一座校使館 而這裡不時也會展出許多學生的美術作品 一旁還有飲水濕源的意象 讓原本閒置不用的空間現在變成多功能的藝術走廊 記者是端音帶是採訪報導